今日的依资国股推介是蒙牛与业2319 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选原因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指出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 和配套支持措施 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政策放宽生育限制 而与与业等相关股份受到追捧 投资者可以留意与业股龙头蒙牛与业 蒙牛自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持续复苏 劝商大和预料年初到5月上旬 蒙牛的收入有望 达到工资预期增长相位数的目标 首季度过务理率可以受惠于较好的产品组合 虽然原奶成本会持续上升 但蒙牛就不排除今年会加价 蒙牛近日沿着上升轨推准 蒙牛 thanh 感谢观看